我欲拔剑向天 你既来到人间 我又怎能做呢 其徒看树谈何意 我欲人间全无敌 不予天战 你谁战 剑圣柳白拔剑向天 一朝对视 天人便不再相隔 那日朝小树问柳白藏剑于身 借他人之剑铲除屠夫九徒 反观自己秀气斑斑的人间之剑 柳白意识陷入沉思 修道千年 又亦何为 直到这日 叶青孤身来到剑阁 为救陈皮皮向柳白借剑 叶青 你已经废了 但我心中依然有剑 更有敢于拔剑的勇气 柳白文言心中一惊 自己以身修剑 事剑如命 一生只戒出过三把剑 第一剑戒叶红于击沙才决神官 第二剑戒夫子斩天屠龙 第三剑戒朝小树击沙屠夫九徒 三人皆是不满这世间规则 向天发起宣战 那自己所追求的剑道 又是什么 剑者孤且执也 宁可在战斗中折断 也不应在墓中生锈 叶青一言令柳白醍醐灌底 自己所信送的浩天 不过是早已习惯的规则 但规则绝对不是真理 如今天女降临人间 我便亮剑是比天 既然我的剑已经去了 那你的人就不要去 好好的去许你的道吧 此时宁缺正宇雄出没在桃山变道 没人注意到这一抹高亮闪入了光明神殿 就见柳白手握长剑 窒息天女面门 说话间这长剑已入天二寸 倒不是因为柳白比夫子更强 只是因为这天女此刻在人间 浩天之前 咫尺便是天涯 柳白以大千世界破天 容颜却肉眼可见的老去 这便是浩天的法则 天女以时间之力抗衡 任凭人间繁华 也不敌昙花一现 常剑破碎 柳白已是老白 你说的是你白 话音落下 柳白颤颤巍巍巍地举起右手 她是人间剑圣 自己便是剑 手指向前 竟突破了时间与空间 点在了天女内心 而柳白也遭到反噬 化作一片虚无 但这却是天女距离人间 最近的一次 我说疯子 这就是你们书院计划的一切吗 人算不如天算 而我就是这天 就此时 雄出没高举手中权杖 无数西陵将士纷纷朝着宁缺冲去 只可惜这寻常舞者终究不过炮灰 如今的宁缺早已不是废柴 手中坡刀大开大合 再加上身旁还有龙庆协助 片刻便已是斩敌无数 转眼便已杀至雄出没跟前 这西陵长教自从被三师姐废除 气海雪山 实力早已不像先前那般骁勇 眼看如此下去 西陵将损失惨重 索性矛头一转 飞身直袭沉皮皮而去 危急时刻 竟是叶红鱼忽然出手 一道繁荣之力拦住雄出没去路 饶使雄出没也不想会有如此变数 叶红鱼守住你的本心 他的命是我 对 总比别人杀了强 此刻身旁将士已进覆没 叶红鱼又临阵倒戈 雄出没气急败坏 这里是桃山 别痴心妄想 天女此时此刻看着你们呢 话音落下 就看其仰天一声长笑 一句光明不灭 一句正道永存 这天女竟是出一道极强的浩天神灰 冲出神殿 直击天穷 谢谢您赐予我天体的力量 雄出没这西陵长教 自是能接受这浩天的馈赠 只可惜她忘了 所谓天女亦是桑桑 而桑桑却是宁缺的本命 我有一把刀 保护桑桑睡到 桑桑 我知道是你的力量 宁缺话音落下 那圣洁的神灰光艳 这无穷尽的浩天神灰 竟然变更了方向 瞬间将宁缺笼罩 雄出没眼瞳骤然据说 自己这西陵长教 当的可真是窝囊 堂堂西陵长教 惺惺惺惺惺惺的光明神灰 却落在我们小师弟的身上 我看你们今天 怎么和我们打一招